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7月9日已經是星期一 聲音有點不舒服 大家多多包涵 在 七七勞溝橋事變當日 在上海地鐵發生了一幕 很特別的一幕 我想跟大家 分析一下 片段看到一個穿黑衣服的女人 大讚日本 大壇中國 然後當她說了一輪之後 就有人忍不住了 就拿手機拍他 拍了一段時間 這個女人就指罵 拿著手機拍他的人 甚至乎想搶他 然後被這個年輕人 從這個手機反映到那個拍他的影片的那個是一個年輕人 然後把他打到地上 然後這個女人站起來之後 沒多久離開了 這件事 在大陸來說 也有很多人關注 首先 我們看到這個女人 她說了很多實話 很多實話其實說出來很難聽 但是 難聽得來 如果她裏面的內容是真實的話 是會使得很多中國人很著急 因為中國人 甚麼都敢說 就是不敢說真話 結果 這件事 引起了很大的發酵 官媒 報導說我這個女人是有精神病 本身就去求醫 現在就送去精神病院了 想著蒙混過關 我們 其實想 抽絲摸緊 否認一下 因為我也有看過這段影片 她說得很快 不是每一句都聽得很清楚 大約 先講講這段影片的內容 這個女人 其實是在這裡自言自語的 她 因為旁邊有兩三個空軌 她這輛車不是很擠的 對面有個男人拍她 她在這裡自言自語說 真的要為日本人點讚 怎會這樣為顏色呢 一眼就看出中國人就是他媽的嘔心 愛國將士 我粗你媽的愛國將士 還稱中國真的是畜生一樣的國家 一直說了很多話 跟長城黑 就拿出來拍他 這個女人最初就沒甚麼所謂 後來就說你拍吧 你拍吧 我又死不了的 我又死不了的 後來就失控了 想他搶這個男人手機 結果被這個男人打回頭 把他按在地上 然後拍他就對這個女人說 你清醒了嗎 清醒了嗎 最後這個女人 就離開了 離開地鐵 這件事究竟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一個人在自言自語 可能 他是真的有精神的 又或者 在某一種強迫症 在某一種壓迫之下 不饒自主的說出來 這是一種症狀來的 好了 官方通報 昨天通報的 星期六 說經過倉部查明 發生在星期五的 這件事 這位女城客 姓韻 二十九歲 是外省尼上海就醫的精神殘疾人 當時地鐵四號線 中山公園 去金沙江路方向 一架車廂 自言自語地發表不當言論 當車廂的19歲男城客王某發現他的異常行為 所以 就拿著手機 長時間多次對準他來拍攝 激起他的情緒失控 並上前搶奪王某的手機 雙方發生肢體衝突 之後黃某採取鎖喉等方式 將他摔倒在地上 之後黃某把一條影片發到網上 根據黃某 這個交代 拍攝時後已經感覺到這個女人精神異常 出於吸粉和自我炫耀的目的 把影片剪輯後放上網 引起關注 黃某 因為 姓黃這個男人的年輕人就想吸引人 所以就把影片剪輯了上去 實際上 當然如果有人來襲擊你 你的智慧是對的 但是 對於一個精神失常的人 你就必須避開他 這件事 也沒有說 一個很嚴重的暴力 把他鎖喉塞在地上 這個女人看來也好像沒甚麼受傷 然後自己走到車廂 我們想告訴大家 他裏面說的內容 很多都是真實的 是不是 因為 很多中國人真的很噁心 是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中國人就是噁心呢 當然未必可以一眼看得出 這是較為武斷的行為 但是愛國將士 操你媽的愛國將士 這個是說得很貼切的 因為中國有沒有愛國將士呢 如果你愛這個國家 你應該 起義吧 不起義的 沒有一個愛國的 因為現在你是服務在一個漢奸政權 好了 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個女人是精神 異常 她不是蠢 她不是白癡 蠢 白癡 還有 精神病 是兩回事來的 大家明白嗎 精神病可以很聰明 她是很聰明的 問題是她的精神是出異異常的 她搭錯了線 她本身沒有問題的 她的智力是正常的 但是有些是弱智的 或者智力不正常的 習近平算不算弱智呢 我認為習近平有一點輕度弱智 應該 他的智力是 受他的 成長有關的 一個人成長在如此殘酷的環境下 想逃離人家迫害 誰知道走回家被老母舉報 這種從小到大 在一些極端的環境下長大 人很極端 他的情緒很容易失控 當然 他也是自小受洗腦 覺得俄羅斯 蘇聯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國家 最強大的 美國是我們的敵人 是我們的壞人 專門欺負我們中國 欺負到把他們的 錢用來幫我們建學校 建醫院 這樣欺負我們 幫他們入世貿 令到我們賺大錢 這樣欺負我們 反而我們的老朋友 蘇聯 俄羅斯 他們真的是真真正正正的朋友 在海南 逃殺了我們十幾萬的同胞 然後搶了我們1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這些是我們 最好的朋友 大家想想 這些是否弱智呢 其實 正常來說 不是弱智的話 很難有這個結論 很難把朋友和敵人的定義 這樣界定 認賊作父 我歷見很多 但是 一個 切頭切尾真心相信這個賊就是老爸的人 其實 不少不少他一定有弱智 智力一定有問題 是不是 我看了很多電視劇 很多電影 其中 有一部很舊的港產片叫做《快餐車》 裡面 成龍 彩虹金寶 運進精神病院 去探望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是陳聰 台灣老牌演員 然後 其中 遙漢客廠的角色就是精神病院 院裏的一個院友 然後 他講了很多問題 我記得很清楚 他就說 其中一架車的輪子 就爆了 螺絲 掉了 沒有了 怎麼辦呢 他就說 你可以這樣 你有四個輪子 每一個輪子有四顆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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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輪子都有三顆螺絲 慢慢行 慢慢行 都可以去到市區 這三個人 立即表現出驚人的目光 看著他 他說 你們是不是傻的 我是精神病院 因為我是精神有問題 我不是弱智 我不是蠢 精神病和蠢是兩回事 大家要記得這件事 這個女士其實也一樣 她其實就不是蠢 她是很精明的人 她是很動色細情的人 反而 拍她那個 其實就是一點輕度弱智 因為她忍受不了那些說話 忍受不了別人摘日本 忍受不了別人彈中國 說中國是如何不好 中國人是如何嘔心 如何是一個奴隸民族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對面那個 智力反而有一點問題 但是 在全中國裏面 當每個的智力都出現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 只要稍為聰明一點 你就是異慮了 有個故事就是西偶的故事 當你睡覺 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你一出門口 全街的人 包括你的街坊 你的倫理 派牛奶那位 當然是外國的小村莊 派牛奶 派報紙 警察叔叔 郵差叔叔 全部都變成西牛 那怎麼辦 你照一照鏡 你不是西牛 糟了 你就是那條村的怪物 你就是異慮了 在中國也一樣 全部人都是弱智的 如果你有一點 稍為精明一點 清醒一點 頭腦清醒一點 其實你是異類來的 這條片反過來 拍他那個 反而是弱智的 被人拍的那個 他在精神方面是有問題 是異常 他可能有些躁動 躁闊 或者情緒容易失控 但是他的智力是 沒有問題的 甚至乎他的智力 遠遠就高於拍他那個 為什麼 因為19歲的年青人在大陸 大部分人 都是接受 嚴重洗腦的一群 他們 以為 中國是一個很偉大的國家 中國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而日本是侵略者 是一群壞人 他們往往完全不知道問題的本質 要說回七七盧溝橋事變 為什麼會有七七盧溝橋事變 當時 劉少奇旗下的 一個特工 拆動了一場 七七盧溝橋事變 目的 是要日本提早侵略中國 因為 日本想侵略中國就是人也知道的 當時全中國也知道 由1931年918事變開始 大家已經知道了 但是為什麼 1937年7月7日才爆發呢 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日本 其實他也覺得 不應該盲謀言發動進攻 因為他還有顧忌 結果日本提早侵華 這個提早侵華的 導火線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劉少奇 他們撐劃的一場 七七六溝橋事變 他們首先 綁架了 幾個日本士兵 然後就冒認日軍向國軍開槍 國軍看到日本人開槍 當然是還擊的 開火還擊 日軍就說我們要找回士兵 國軍就覺得你們是搞事 就開始爆發 爆發了戰爭之後 迫著蔣介石就要全面抗戰 原因就是 國內壓力太大 為什麼要全面抗戰呢 因為國內很多被共產黨蒙蔽了的人 要一心 要打仗 當時大家都知道 中日兩個國家的角力是差很遠的 日本在31年建立了滿洲國 短短幾年間 日本將滿洲國建設到接近 是亞洲No.1的經濟發展水平 當時的中國知道不可能能打贏日本 在軍備方面 經濟實力方面 各方面都打不贏日本 但是為什麼當時也要打呢 原因就是國內很大的壓力 日本人 已經是 將中國的東北攤平了 變成滿洲國了 實際上 如果你以民族的定性 滿洲國當時是回歸滿洲人的政權 滿洲是他們的地方 關你甚麼事 中國人從來都跟滿洲沒有關係 滿洲就是滿洲 人家的滿洲人 愛生國羅事 建立自己的國家 回歸自己的領土 有甚麼問題 關你甚麼事 你說人家侵佔你 是你東北軍侵佔人家的滿洲人的領土 再說回 為什麼當時日本不打下來呢 第一 有蘇聯 第二 他也有部署 因為 納粹在德國 在歐洲 的部署也未開始 所以當時可能還沒有那麼快結盟 但是一定是有國際的考慮 尤其是蘇聯 因為 日本人知道 蘇聯始終是在搞搞震 他如果真的全面入侵 他怕 要打多一個 當然蘇聯知道日本的軍事實力很強 他認為這個是簡易來的 吃不了他 吃不了他 所以 他們簽了 日蘇 這個叫做友好 這個條約 互不侵犯條約 所以一說到日本人 大陸人就咬牙切齒 日本人要怎麼侵略 其實早兩天已經有一個說法 其實很久之前的 早幾年已經有這個說法 中國人經常都說 徐福 是中國人 徐福就是 秦始皇派去日本 取先丹的特使 結果他就沒有回來 在日本落地生根 所有的三千童男童女就是中國人 就變成現在日本人了 如果這樣說 日本人就是中國人的其中一個分支 現在他文明了 他強大了 他要來武統你 甚至乎他應該說 他來解放你 因為你是很窮 我看你那麼慘 看你那麼窮 我現在來解放你 我作為一個有錢親戚 我想你好 我想來解放你 我想你和我一起那麼有錢 結果受到中國人的當時的粉力抵抗 人家好 我不想好 你有錢關我甚麼事 我不想像你那麼有錢 我不想像你那麼富裕 所以 就作出了一個很頑強的抵抗 而美國這個衰人 竟然 就去 幫我們抵抗 日本人想給錢給我們花錢 我們不願意 還要跟他打仗 還要動他 萬惡的美國人 忘我之心不死 不想我們中國強大 不想我們中國好像日本那麼有錢 就來做駕倆 結果他就向日本扔了兩顆原子彈 使得日本 不再在中國用兵 不再武統中國了 日本佔後一窮二白 結果美國這個衰人 竟然就扶持日本 經濟發展支持他 使得日本只是用了20年時間 就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記住 是一個 白費待興的戰敗國 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你想想這個美國人多惡劣 多壞 所以中國人跟美國人作戰 或是一直仇恨美國人 當年 他要來武統我們的時候 你讓他武統就算了 你不要做駕倆 現在我們也可以過上日本的富裕生活 當然這是後話 究竟可不可以任志 如果沒有美國 弄了兩顆原子彈給日本探訣 沒有美國的扶持 日本有沒有今天呢 這個也未必有 不過 日本人的堅強的民族性 以及優越的一種 學習 日本人其實是 學習中國人很多 唐宋 明清 主要是 學習中國的唐宋和明朝 中國的比較先進的 文化 技術 但是 中國 唐朝 以及宋朝 兩樣很惡劣的東西 其實不是唐朝 只要中國兩樣很惡劣的東西 日本人是沒有學到的 而且是排斥的 就是太監 以及扎腳 一個對男人的閹割 一個對女人的約束 這兩樣東西 日本人是不學習的 因為他知道這些 是垃圾 日本人懂得 分辨 哪一樣東西是垃圾 哪一樣東西不是 所以這個民族 的確是被中國民族優勝 你不能夠否認 太監 在中國現在也還有 現在是沒有把他的身體閹割 是把他的腦袋閹割 中國是多少這種太監呢 我想不少 起碼也有兩三億 甚至乎再多一點 肉體上 你看不出來的 但是行為上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太監 而扎腳 當然是對女人的殘害 這一種如此畸形的美觀 如此畸形的美學 全世界都沒有甚麼人認同 只有中國人甘之如矣 日本人 好的東西他學了 他的垃圾他不要 所以日本可以脫衙入歐 王毅是錯的 日本人不用染頭髮 不用把頭髮染黃 不用把頭髮染黃 不用把頭髮被收席 人家西方也當日本 是歐洲 或者當他是西方文明國家 西方七大工業國是包括日本的 是不是 而你反過來 無論你怎麼穿西裝 你 王毅 你也沒有辦法 否定你是一個太監 你的行為 你的言行 已經告訴別人 你是一個太監 這次說得很長 但是我很想說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們今天第三天 在後備頻道跟大家見面 因為我們主頻道被封 未來估計幾個月都會用後備頻道 跟大家廣播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趣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我們的YouTube會員 裡面會員有三種價錢 風險有人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亦都有這個super chart 一次性的 所以 大家 除了你們的能力 當然啦 經濟能力不太重要 你可以用免費模式去支持 幫我們點擊廣告 無限量大法 只限這個無限量就在我們的星期二日報這個後備頻道 在主頻道就沒有用了 因為 整個主頻道沒有廣告的了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